我们发现的这个档案的主人叫彼得金 他是1944年和19到1945年这样一个期间 在延安曾经担任过观察组的后续的组长 从他的档案里面发现的这一段珍贵的彩色影像 而且长达数分钟 在二战时期美军是最早运用彩色胶卷来进行军事征兆 以及地貌的记录的 但是在这段图像之中我们很惊奇地发现 它是用来拍摄延安的最日常的生活的 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地珍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